青銀白色的羽絨 製作成保暖的羽絨被 冬天天氣冷 很多民眾都喜歡 窝在羽絨被裡 甚至直接蓋到臉上 英國有一名男子 因此罹患過敏性肺炎 羽絨是一種羽毛 常常是 有些是水鳥的羽毛 或者是動物的羽毛 所製造成的棉被 那它是一種有機物質 那如果你剛好 對這種有機物質過敏的話 那你在蓋棉被的時候 你多少會吸入那些 物質的東西 英國這名43歲的男子 從來不抽菸 出現了呼吸困難 和疲勞等症狀 醫師判定為下呼吸道感染 但兩個月之後 他已經無法持續站立 或行走超過幾分鐘 感覺自己隨時會昏倒 醫師檢查後發現 男子對鳥類的特定蛋白質 具有異常高的抗體 肺部有輕微纖維化 最後被診斷是過敏性肺炎 本身家族史裡面的可能 就比較多人過敏 或者是他本身過去 就是屬於鼻子過敏 或是氣喘的病人 那麼他在吸入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會產生更嚴重的症狀 鼻子癢 甚至有時候眼睛也會癢 那吸到氣管去的時候 就產生一種氣喘 氣管會縮縮 那痰會分泌增加 所以他會有咳嗽 呼吸困難這個症狀 醫師提醒使用羽絨背的時候 要用背套把羽絨背包住 避免吸入羽絨吸毛 不明原因咳嗽長達三個禮拜 或有喘不過氣的症狀 就應該儘速就醫治療 過敏性肺炎如果惡化 可能會有致命的風險 記者潘嘉義王一仲台北報導